人民幣貶值為何對環球市場帶來重大影響 人民幣未來的走勢會如何 會否再次出現大幅貶值 集請來升展香港財資部執行董事黃梁響 和大家分析一下 Toby 你好 你好 看人民幣自從8月11日一次性貶值之後 都差不多一個月了 期間其實不是貶值很多 都是百分之二點多 是 是 為何對環球市場的影響會這麼大 人民幣貶值是顯示 譬如說中國的政策 可能有一些短期的改變大家還看不到 所以這件事對環球金融市場的信心 是有少許影響的 當然譬如說美股、歐股等等下跌 其實也不是說全部是因為人民幣貶值的原因 當然背後人民幣貶值是說中國經濟不好 所以可能影響到歐美經濟等等 這個還是其中一個因素 再有一個比較大家想深的因素就是 中國其實現在正值一個通縮時期 如果人民幣貶值的話 中國的通縮可能輸出 去到美國、歐洲、新興市場等等 這件事如果是通縮的話 而美國又快要加息的話 很明顯實質利率就會上升 一般來說如果經濟沒甚麼特別的話 實質利率上升的話 股市就不會上升 這個亦都加深了一些沽壓 除了人民幣貶值 可能對股市影響之外 對新興市場貨幣那方面又如何呢 人民幣貶值2% 其實對新興市場貨幣加重了他們的沽壓 當然新興市場貨幣 我們都要分開一些譬如說 他們是一些淨出口 他們經常的帳項是有盈餘的 他們那個外匯儲備是挺好的一些硬貨幣 例如譬如星紙、韓華 但是人民幣貶這一刻 他們都貶了 另一些比較危險的貨幣 譬如說印尼的印尼盾 馬來西亞的Ringgit 甚至去到南美的一些貨幣 因為他們是一些原材料 和一些譬如說石油的出口角 這些新興市場貨幣 其實他們會繼續貶 但是譬如說東亞區這些貨幣 可能他們貶到那麼多 他們會停的 原因就是當美元不停地上升的時候 其實這些國家的經常漲會越來越好 因為他們累積了很多的儲備 這些儲備 當美元的匯價上升的時候 當美國的息子上升的時候 他們會越來越賺錢 所以我覺得如果美國真的進入加息周期的話 那些新興市場貨幣會有兩種不同的表現 這些就是經常漲項有盈餘的 外匯儲備是高的 出口又有反彈的 這些國家的貨幣會慢慢升 就是不會引起貨幣戰的 那個貨幣戰呢 其實我們留意的話 人民幣貶值基本上差不多是貨幣戰的尾聲 最少就是在這個亞洲來講 因為亞洲很多國家包括了新加坡 包括了這個韓國 包括了這個甚至是印尼 他們都已經是沒有參加貨幣戰的了 新加坡已經很早在今年年頭 他們已經將那個所謂干預的斜度 將它修正了 這個韓國去減息已經減了三次了 印尼就更極端一些 印尼根本中央銀行就經常在那裡 沽美金買這個印尼盾 所以在亞洲來講 其實就沒有一個貨幣戰的 所以我想如果人民幣 就在未來的半年裡面 它是比較穩定一些的話 其實亞洲貨幣有沒有需要再貶太多 但問題是人民幣還會不會腳貶下去呢 人民幣如果看回中國的數據 短期裡面人民幣可能還有一個微貶的壓力在那裡 我想第三季度中國的經濟數據 還是比較低迷一些的 中國PMI去到50以下要反彈 想到50以上站穩的話 最少都要兩三個月的時間 中國應該在內地在第四季度 那個財政刺激應該是比較大一些 而基建項目可能在九月、十月 那個動工率也比較高一些 換句話說 如果要看到目擊 市場目擊中國數據是轉好 差不多等到十一月的時間 換言之九月到十一月 這個人民幣 特別是另外人民幣 它還有一個貶值的壓力在那裡 尤其是過去幾年也有很多海外的 一些所謂的土色交易是做了 就是買人民幣 然後借美元 或者借港元 或者甚至借歐元 這些短期裡面還在那裡查錯 所以離外人民幣還有一個微貶的壓力在那裡 但是在外人民幣似乎已經穩定了下來 而人民銀行也差不多不是很歡迎 這個人民幣變值得太快了 如果我們看回這個禮拜的話 有一件比較重要的消息在內地 就是人民銀行就會向這個 如果客戶有向他們購匯的銀行 如果這個購匯是一個軟期外匯的話 是必須要收取20%的儲備 這件事會增加了人民幣 如果是賣出的成本的 我想這件事起碼會將在岸人民幣的大扁 壓力將它舒緩了很多 所以在岸人民幣我想大概是由現在到年底 這個銀行都會看得很緊 因此在岸人民幣的大扁的機會就不是太多 但看回近期的在岸人民幣 也會有一個升勢或反彈 會不會是一個轉勢力 純粹是一個反彈嗎 我想就不會是一個轉勢力 因為如果你留意現在那個在岸人民幣的價格 它現在是回到人行調整這個中間價 第二天的差不多的水平 人行一直將中間價在那三天內持續調低 換句話說現在那個在岸的市場價格 回到第二天調整的水平 豈不是第二天和第三天調整 功夫已經白費了 我想人行就不會持續將人民幣的中間價格調整高 現在短期裏面可能因為習近平就來美國訪問 在這個訪問之前就不希望有一個太過顯眼的做法 就是說政府帶頭打虐人民幣 我想這件事在九月中之後 可能人民幣就算是在岸 都會慢慢貶值的 剛才提到離岸人民幣 其實現在和在岸人民幣的差價都差很大 離岸人民幣會不會扯回在岸人民幣下去呢 我想就不會的 因為在內地 我們剛才說過 如果那個市場的措施是 如果市場是和中央銀行的意欲不是很適合的時候 中央銀行會做干預 如果干預都是效果一般 中央銀行或者是政府會做一些行政的手段 所以在岸人民幣價格就不會被離岸拖得太久的 我想在岸那個還是會有一個對離岸人民幣價格有一個克制 即是再不會急跌 我想另一次急跌就不似 如果再下一次的話 你真的要人民幣再急跌的話 就真的要銀行再來一次 即是那個忽然調低人民幣中間價 或者是將人民幣的波幅區間擴闊 但是這次這個貶原 又有一些行政措施 令到它沒有變得太快之後 似乎也反映了內地 會採取一個資本帳號開放比較慢的速度 因為如果現在比較快去做這件事 例如譬如QDII議期 加快進行 可能就有很多內地的資金流失的 這件事我想現在中央銀行就不太想見到 所以我想由於那個資本帳開放的速度 都是慢了下來 短期裏面人民幣大變的機會都不高 年底的人民幣會去到什麼水平呢 我覺得現在那個波幅 如果離岸人民幣的話 它大概介乎6.42到6.5之間 可能去到11月它有機會去試一下6.5 微貶不足1% 在岸人民幣的價格大概是6.32到6.4之間 似乎今年最低的水平 我們就在貶值第二天就已經見到 我想現在短期裏面都不會見到最低的水平 但長遠來說 會不會說這個貶值潮 要去到哪個位才能夠完結呢 我想這個暫時沒有太明顯的轉捏點 或者叫停點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內地的幾個基本因素 其實都還沒有太弱的 例如經常帳號的盈餘 外資流入FDI 至於短期熱錢這件事 如果人行不做第二次 那個主動性的貶值的話 短期熱錢可能流出也有限 開始減弱的 我想如果說人民幣的話 我想今年的低位 應該都差不多是 可能未來6至9個月的低位 換言之 那個離岸人民幣去到6.6 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最終可能會貶成幾兩成 我想在中國的經濟 就是轉型資 變成一個所謂貿易赤字的國家 而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差別 也不是直接向外投資 比向外投資多很多的情況下 人民幣沒有太大條件去走弱的 謝謝 不用 歡迎 歡迎 歡迎